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是他的興趣令到一般市民都覺得很有趣味 第三是他引起我們的迴響 除此之外,我覺得他們大部分都做到一些 帶動了感情或情感的賣點給一般的觀眾 例如你家裡有要事,他們就卸中了你 我覺得這些借帶廣告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他們每一條橋都可以給予一個故事 我們欣賞的時侯,一個創造人在欣賞的角度 覺得他們真是天盲空 直接可以打入觀眾的腦袋裡 記得這個服務或是記得這個產品 因為廣告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創造一個慾念 所謂創造一個慾望或慾念 19世紀有一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說過 所謂的炎耀式消費 其實所謂的炎耀消費就是我買些東西為了做甚麼 為了想炎耀在人面前,我有你沒有 所以這件事製造了一個很多人都很迫切想需求的一個慾念 站在創意工業的立場,競爭激烈的借貸廣告 引育了不少優秀的作品 但在大眾傳播媒介之下,道德立場不能夠忽視 到底這個廣告有沒有構成誤導,令觀眾攝取錯誤的訊息呢 廣告其實有時可能會誤導了那個觀眾 可能這個服務是很容易的 或者是借了錢償還的能力應該都不需要太貪心的 因為某程度來講,可能會帶出一些不確實的訊息 但是當然我個人認為,因為廣告說明 都是想推銷它的服務產品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大的甲,隨街跳 長遠來說,如果經常都是靠這種方式 去周轉或者達照自己的慾念 就會來俗深陷 我們做廣告也好,做銷售也好 其實都集中一個所謂的Value的Proposition 即是說那個價值在哪裡 如果你賣的商品、賣的服務 可以提供一個價值給對方 而對方覺得這個價值是他自己想要的 這個直接就像魚得水一樣 至於這個價值是否消費者自己需要 還是廣告去製造出來呢 我猜這個是雙負雙城的 因為之前都說過 現在社會很多物質的引誘 如果你有的東西 別人有的東西你沒有 那你自然就會製造一個需求 而這個需求剛好就是那個廣告 所給你一個利益 那你就會很不其然地 很想去試一試 或者我不如也借一筆錢 去達至我的願望 達至我心目中的慾望 我自己個人對這些廣告 就沒什麼感覺 但是我家人就會相對比較反感 因為我讀廣告 他們每次看電視的時候都說 女兒你將來不要做廣告 害人不錢 其實我覺得未必一定是關電視廣告的事 因為電視廣告 你很多時候只不過是跟你說 多容易去借錢 還款額很低 很低息 很多時候其實針對 未必是我們這班學生 你會見到很多時候他們落的案子 都是一些出來做事有還款能力的人 那麼快給我們學生 其實他未必一定是想借給我們學生 在享受資本主義帶來自由的同事 譴責消費 金錢掛稅觀念 似乎有些輸打贏要 正所謂水能載舟 熱能覆舟 Thomas認為責任應該在消費者身上 是無日無知的 即是商品很多服務 是令到人很嚮往 所以如果對比我們 或者我小時候的年代 我們上一代的年代 消費品是沒有那麼流行 沒有那麼普及 一般的人都是比較實看型的 對於先逝未來前的觀念 其實是很有保留的 如果你問我哪樣好或者不好 那我又會覺得 世界是很自然的發展的 去到這個地步 大家都享受了資本主義 或者享受了消費主義的同時 當然要付出一個代價 但就是說你可能 你自己未必有這樣的負擔能力的時候 你還會買了一些 或者想擁有一些 你自己是不應該擁有的東西 這一點我覺得值得大家去深思